新北市打造以淡水为起点的青春山海线观光路线 除了去年通车的淡海轻轨第一骑绿山线之外 今年底从沙伦到渔人码头的轻轨蓝海线已预计要完工 这条将串联淡水的观光重点 其中在台北海洋大雪站及沙伦站之间打造了蓝海桥 除了串联自行车道之外 还有夜间光雕投影 让旅客可以欣赏到淡水夕阳的美景 同时路线也会经过淡水知名的景点 包含了红毛城 护尾炮台 渔人码头等等 能作为淡海星序镇的连外新走廊 浅蓝色车厢在路面上来回穿梭 接着环环时上蓝海桥 到了晚上还有夜间光雕投影 就能欣赏淡水夕阳西下的光云倒影 蓝海线未来将担起淡水的观光重要工作 民众不用转搭公车 就可以从老街一路将淡水知名景点 包含红毛城 护尾炮台 渔门五级 渔人码头等等 让旅客一次玩透透 从蓝海桥的外面可以看到台湾最北端 最美丽的淡水目色 也可以见证我们全台湾第一条轨道列车 能够靠近台湾海峡 青梅市长侯友宜适程后定出目标 第一期蓝海线预计在今年就能通车 就能作为淡水新市政的连外新走廊 未来不是只有风勤通学的轨道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观光休闲旅游的 很棒的一条轨道建设 再加上有机密的公共意识在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休闲的好地方 目前蓝海线进行最后测试中 未来淡海轻轨全线通车之后 势必带给淡水观光交通新气象 记者印林家隆新北市报道 感谢了 感谢